掌声有请我们十位挑战者 进入第二关挑战戏 欢迎各位 各位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而且这当中 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是王瑞诚和你的姑姑 王初遥 你们这姑子俩 还真是携手杀尽了前十名 虽说你们是一家人 但是在台上 相互之间也是竞争的对手 彼此给对方加油的同时 自己也要拼尽全力 因为这一关 十个人当中 只有五个人能够竞技 而且这一关的挑战难度 比刚才第一关 又大了许多 请听挑战规则 第二关汉字魔方 大家看见在我们的这个魔方墙上 已经摆上了一千个魔方 每个魔方上面都有一个四字成语 我们的嘉宾会从当中任选十个魔方 随机打乱 然后把这十个打乱的魔方 作为题目 给我们的挑战者进行展示 挑战者要在三十秒内 观察魔方 并且找出 这当中对应的成语是哪一个 答对一题加一分 得分最高且用时最短的前五名 晋级下一关 它的难度并不在于成语本身的生辟程度 还是这个常用程度 而在于说 对于孩子们看到一个旋转的这个六面体当中 有四面是有主要信息的 它怎么能把一种旋转的立体影像 转换成我们日常判断当中的平面影像 这个难度又增加了 好 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挑战者戴上耳机点招 接下来让我们把三位观战间的嘉宾 请到现场出题 各位 魔方墙上一共是一千个魔方 三位随机选择十个 选完之后把魔方打乱 放入到题库里就可以了 每个魔方有六个面 每个面被分割成九宫格 一共五十四个格子 相当于一个成语的四个汉字 要被随机打乱分散在这五十四个格子上 打三以后的方向 角度全都是混搭在一起的 无疑给选手们观察分析 增添了非常大的难度 主持人 嘉宾已出题完毕 谢谢 谢谢三位嘉宾 谢谢 接下来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摘一下耳机和眼罩 你说如果是一个孩子 他从来没玩过魔方 他面对这种题他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 这题完全没办 完全没办法 特别是在我们拧的 那么杂乱的情况下 他基本上找不到 那个关键信息了 对 接下来我们就将进入第二关十道题的挑战 首先我们将从第一个魔方开始 我们会用摄像机将转动的魔方投射到大屏幕上 各位请仔细观察 我想想这局应该谁能进 孙子月肯定能进 高志源也可能 还有那孤子儿俩 他俩可能 我宣布第二关挑战开始 转的速度真的不慢 挺快的 魔方他首先是把四十成语 放到魔方的四十面上 打断的时候 他的那个偏旁步手 就分散到各个魔方的轮块当中 再加上放到显示台上 一旋转就感觉难度就增加了 这已经开始写了 居然已经有人开始书写答案了 速度之快令人自割舌 时间到 以我的观察好像春阳没来得及提交 写完了吗 写完了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答案不会追 你先告诉我 你观察出来的成语是哪一个 爱才好事 正确答案就在魔方之上 我们掌声有请魔方高手 为我们复原出正确答案 谢谢 已经成功复原 正确答案是 天长日久 跟春阳猜的答案好像相去甚远啊 看看你们各位的答题情况怎么样 只有王楚遥和杜春阳没能拿到分数 剩下八位挑战者都答对了 天长日久 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真是 你们是通过不同的颜色 把不同的色块上的汉字的部分 然后在脑海里重新把它拼起来 其实是的 就是比如说红色 它肯定都是同一个字 对 它总共是九个格子 看两三个格子 其实就基本就出来了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就是只看中间的格子 就看中间那一块 因为很多汉字 中间那一块的信息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看中间那一块 如果能迅速看出一到两个汉字 基本上成语也就出来了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套识别方法 其实这就是他们提取汉字 关键线索信息的能力 不仅是这样 而且他们还需要具备 汉字结构信息的空间重构的能力 这样他们才能够快速 准确地判断出成语的答案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题 你看 我们还没有看清楚 孙子月已经开始答题了 高志愿已经答完了 果然按照他们给我提供的方法 有点意思 姑子俩也都答完了 时间到 春阳是不是没来得及提交 什么答案 开怀倡议 开怀倡议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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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阳也来自山东济南 他不仅爱好汉字 曾经还获得过世界脑力锦标赛 济南赛区儿童组亚军 很不错的成绩了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春阳观察的对不对 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引字 也看到了一个开字 好 模仿已经成功复原 上面的成语是开怀倡议 看看你们的答案 陈希写的是唱所欲言 那是开怀倡议之后的一步了 陈希感觉不太对劲 状态不太好 目前的排名 两道题过后 七名孩子全部答对 高手愿意时间的优势冲到第一 在顶尖比赛当中 高手往往会随着时间的进程 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第二题就错了 感觉非常慌 因为魔方他只有十道题 我们选手的实力都是非常的强劲 错一道的话 可能晋级就没有希望了 接下来请看第三题 黄的那个是什么字 我这一个面还没看清楚呢 估值点答完了 孙子月已经答完了 高志渊也答完了 时间到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吧 好 魔方已经成功复原 上面的成语是 未然成风 看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 所以杨岳泽很遗憾 没有得到这一分 其他所有的挑战者都得分了 目前的排名 杨岳泽因为错了这一题 排名下降了不少 刚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杨岳泽应该是排在前五名的 第三 第三 你看细心细心再细心 从现在起不要再犯任何错误 没有机会再给你们犯错误了 排剩下七道题 请看第四题 孙子月又答完了 你看那孙子月那速度就是看了每个面之后 答案就出来了 这天赋没办法 时间到 高志愿为什么摇头 错了 那最后时间到了 你提交完了以后发现错了 对 你现在认出来是哪个了吗 韩琴默默 那你之前提交的呢 看到一个那个青 然后我就写了冰青玉洁 冰青玉洁 你是看到中间那个青了 对吧 所以还是不要盲目地追求速度 速度的前提是准确度 有点急了 前面连着对几题 而且速度还很快 就是想争一个第一 还是好胜心战胜了我的理智吧 如果你不能做到全队 速度再快 也没有意义 好 已经成功复原 果然是韩琴默默 有好几个人打了冰青玉洁 冰青玉洁 冰青玉洁错了 罗子豪也错了 怎么这么多人错了 每道题我都能看到 非常遗憾的失之交臂 我还是强调 准确率是第一位的 在准确率的前提之下 我们再看速度 目前的排名 孙子月排名第一 刚才我发现排名 她没有排到第一 我注意观察了她 她一点都不慌 要向孙子月好好学习 孙子月的答题风格 就像她的性格一样 非常沉稳 不追求速度 每答一到 就争取对一到 刘青玉也相当不错 到目前为止 也是四分全得 高志渊排名第三 丁秋月第四 罗子豪第五 接下来看下一题 孙子月已经答完了 接下来看下一题 她几乎不需要重新确认的过程 太厉害了 这不是一般厉害 没答正确 根本就没有失误 千福千福 看第七题 孙子月也是一匹黑马 孙子月真的 那就很厉害了 都是第一 下一盼 不得了 不得了 孙子月木加提权力的战绩 积深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 她沉着冷静的答题风格 也给场上其他选手 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如果她能保持住稳定的发挥 就有可能再一次 以第一名的成绩 进入到下一关 孙子月犹豫了 太可了 时间到 这道题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孙月好像提交了吗 这应该是今天到目前为止 你的第一次失误吧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他要错的话 这局面挺复杂的 是 就一下复杂了 好 这个模仿也已经还原 正确答案 富玉分方 来看一下大家答题 得分情况 很遗憾 只有孙子月 这道题没有得分 其他的每一个人都答对了 确实有一点可惜 因为毕竟都看出来了 可能是我写的有点问题 很可惜孙子月这道题答错了 不过她的答题速度 还是占优势的 但是她不能再错了 再错很可能调出晋级名单了 孙子月从第一变成了第二 刘欣妍超过了孙子月 目前八道题保持全对 刘欣妍的家乡河南 是发现甲骨文的地方 她一直就对汉字很感兴趣 平时还喜欢书法 陈希 高志远 丁秋月 分列三四五 高志远第四 陈希第三了 来看第九题 这个难 时间到 这道题这么难吗 最后时间到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只有两三个人 是提交了答案 有几个人没能来得及提交答案 举手我看看 这道题非常之惨烈 这道题非常惨烈 孙子月答错两题了 失利了 完了完了 提交答案的有几个人 胸有成竹的 举手我看看 只有高志远 丁秋月 还有陈希 我说一二三 你们三个人同时 把你们答的答案说出来 一 二 三 奥雪凌霜 那看来应该是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如果要是按照这种答题状态 搞不好前五名会有一次巨大的洗牌 正确答案已经还原了 奥雪凌霜 这道题过后来看一下排名 孙子月从第一降到了第五 陈希 现在第一 陈希 百超 我感觉这个孙子月是进入了疲惫期了 对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不到最后 你不知道他的结局 你看这孙子月很 最后一道题非常关键 他现在就剩下时间优势了 时间优势了 高志渊目前排名第二位 请注意这是第九题了 还有最后一题 这一关就结束了 如果最后一题 大家仍然像刚才这样 犹豫不决的话 情况就很危急 所以现在 谁都别高枕无忧 前八名都有希望 第九也有可能 对 因为如果五六七八都错了 杜春阳快速答对了 才有可能进去了 对对对 最后一题 哪五位将成为这一关的晋级者 就看最后这一下 请看题 这什么啊 不会 孙子月迅速摆脱了疲惫期 开始答题了 公司俩人也开始答题了 人见到 最后一题 大家都有把握吗 有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这道题 两位估计会发生变化吗 就是他们五个人 除非前面有人出错 应该是前五名是关的 对 好 最后一个词 已经出现了 百步穿扬 看一下你们的答题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排名 高志渊排名第一 陈希排名第二 丁秋月排名第三 刘兴延排名第四 孙子月排名第五 涉险过关 孙子月呀 真是很小 他如果不敬太可惜了 因为他确实是有实力的 对 幸亏最后一题 发挥得非常稳定 没有给 罗子豪一机会 罗子豪其实就差一点 楚遥 岳泽 瑞成和春阳 由于得分不及前五位 所以目前是排在第七到第十 和罗子豪一起 遗憾地要告别我们的挑战台 瑞成这是第二次来到 挑战不可能了 这一次其实发挥得相当不错 从头到尾非常稳定 而且一直和你的老对手高志渊不相上下 但是在这一关得分上出现了一些失误 比高志渊少得了两分 有什么想说的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舞台 这次我和我姑姑一小孩参加这次比赛 是代表我们一家人对汉字的乐爱 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 把国大精深的中华汉字发扬下去 土耀呢会觉得有点遗憾吗 瑞成是第二次来了 也希望你也有下一次 站在这个台上的机会 到那个时候像瑞成一样 让我们看到进步 这些成语当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 我相信这对于孩子来说 一生都是非常宝贵的一笔财富 这次能登上这个舞台 我已经非常自豪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也闯进了第二关 但愿我下一次回来的时候 我喜欢你们的这种挑战的状态 我更喜欢你们每一个人 在面对挑战失利的时候 你们的这种心态 挑战只是一种手段 我们是希望这样的挑战 能够像刚才的成语当中 说的那样 让大家对于汉字的关注和学习 未然成风 所以希望我们的挑战 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 把汉字想要传递的这种美 能够传递的淋漓尽致 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以后再见 他面对压力的时候 我觉得处理起来挺从容的 虽然也有泪水 也有颤抖 也有失常 但比我想象的那样出色